海外追逃力度再升级 国际刑警组织中国国家中心局 今天集中公布红色通缉令 对100名外逃国家工作人员 重要抚配案件涉案人等 展开全球通缉 红色通缉令是由国际刑警组织 发布的国际通报 其通缉对象是有关国家法律部门 已发出逮捕令 要求成员国引渡的再逃犯 今天公布的100份红色通缉令中 涉及的外逃人员 有近90%为涉嫌职务犯罪的 外逃国家工作人员 其余约10%为重要腐败案件涉案人等 红色通缉令上 除了包含有涉案人员的身份描述 如姓名 国籍 外贸特征等 还包括相应的司法内容 主要说明该犯罪嫌疑人的犯罪事实 及通缉的法律依据 包括案情摘要 同案犯 罪名 逮捕证 判决书等 以往仅限办案人员设立的材料 如今主动向全社会公开 一些国家的话可以按照红通 监控逃犯的下落 通报红通发出的国家 还有一些国家的话可以按照红通 禁止逃犯入境 不发签证 拒绝申请入籍 永久居留 禁止开设银行账户等等这些强制措施 中央纪委国际合作局负责人介绍 对于涉嫌犯罪的外逃人员要发现意气 通缉意气 之所以要这样呢 有这样几个原因 一个呢 是要表明我们对外逃腐败分子 一罪到底这样的决心 一罪到底这样的决心 就是无论你跑到哪儿 我们也要把你击拿归案 第二个呢 也是有利于形成 在全球嘴讨这样的一个氛围